那么现在离选举还有30多天的时间了 很多朋友也都在为了这一次的选举 在禁食祷告当中 那选举中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 也有很多选票上我们会看到 很多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职位 那碰到这种情况到底要怎么办呢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下 那些在选举中比较重要的 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你看到选票上出现完全不认识的人 那到底要怎么办 好 那想要投票呢 就必须要先注册选民 那查看我们下面的新西兰还有留言区 已经把注册选民的网址给大家放在那里了 是加州的 是中文的页面 点进去之后呢 输入信息来注册成为选民 要注意的是呢 只有美国公民才可以投票哦 如果你是绿卡的话是不可以的 那注册选民要在10月24号之前完成 如果你现在正在看这期节目 但是你还没有注册选民的话 你就赶快去注册吧 那注册选民之后呢 你就可以耐心的等待你的选票被寄来了 那么收到邮寄选票之后呢 要妥善的保存 以防被他人拿走冒名使用 也不要使用这个邮寄选票啊 鼓励你在当天去现场投票 那么因为这个选区划分的关系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说 我自己到底在哪一个选区呀 代表我的议员到底是谁呀 而且这个是在2020年之后选区又重新划分了 这就让很多人更加糊里糊涂的搞不清楚 而且在这一次的选举中 我们不光要选那些比较大的官 像这个联邦啊 还有加州的众议员参议员 这些比较大的官 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职位 都要来参加选举 而且每一个不同的地区都会有不一样的职位 出现在你的选票上面 有一些人呢现在已经收到了他的sample ballot 但是有的人还没有收到 那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呢 在下面还是有一个网址 我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来登录这个网站 就可以提前预览你的选票 只要呢点进去这个网址 然后呢输入你家的地址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选票上都有哪些人 都有哪些职位要你来投票 那我今天呢就用一个南加州啊 West Covina的地址 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那么要注意的是呢 各个选区的划分相对来讲是比较乱的 并不是同一个城市的选票 就长得一模一样 就比如说呢 我跟Ethan 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城市 都是West Covina 但是呢我们选票上面的选区 还有候选人就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我家呢是住在城市的比较北边 那我的区域就算是加州参议院的22区 那Ethan家呢住在比较南边 所以他们家呢就是加州参议院的30区 所以加州的参议员 我可以投给的就是温森蔡 他可以投给的就是Mitch Clements 所以呢并不是只要住在一个城市里面 你就都可以投给同一个人啊 好那接着我们来回到这个网站 你输入地址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那这个页面上面就显示了 即将到来的选举的选票 这个上面写的是11月8号2022年 哎这个就是今年的中期选举 然后你用鼠标点击 把这个页面给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根据你的住址显示出来的 今年中期选举的选票模板 那最一开始呢出现的是今年要投的法案 好那我们再接着来往下翻 你就会看到说各个职位的候选人 那排在前面的呢 都是官比较大的 像是加州的controller 联邦的众议员参议员 州长副州长这些职位 那这些都是比较简单来投票的 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 给大家介绍过的Eric Ching 秦政国 还有我们的那个Mike Cagall 他们出现的位置 都会在选票比较上面的位置 而且这个简单的原因 也是因为说民主党跟共和党 这基本上就是只有民主党跟共和党 两个候选人里面选一个 那在这里呢 再推荐给大家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特别有意思 你上学了之后呢 就可以查看这些候选人的指标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一个民主党人 他旁边有个标识 说他左 他到底左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先来看这个老妖婆 佩洛西 她在这个上面给她的评分 就是verified liberal 那是根据什么评的呢 你看左边有打对号的小框 那就是根据她的投票记录 以及给她背书的人 还有单位 以及她的资金来源来测评的 那这些呢 是这个网站能够找到的 关于她的资料 所以这个网站就根据这一些信息 来证明她是一个完全自由派的人 那除了佩洛西之外呢 加州还有非常多的verified liberal 如果我不看这个网站 我都忘了 这些人都是加州出来的 比如像是Eric Swalwell 就是那个跟中国间谍方方 有不正当关系的那个人 还有什么Judy Chu啊 Ted Liu啊 这些都是有投票记录 而且是被证实 他们是完全左派的 那在加州 所有的这些左派的议员里面 唯一有一个记录破表的人 Maxime Waters 他是唯一一个记录破表的 far left 极左 那当然呢 这个网站呢 也只是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粗糙的参考 如果一个人 他曾经担任过这种公职 有投票记录的话 那么得出的结论 还是相对比较可靠一些 那有的呢 只是根据背书和金钱来源的 这个方面看 那也并不一定是特别准确 所以有一些对于共和党人的评分呢 我并不是特别认同 但是网站上 大体上 你可以看一个大概 看这个人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好 那相对这些比较大的官来说呢 这些投票都是比较容易选择的 但是在选票上面会有很多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顾及到的职位和人 比如说像是我的这个选票上面 出现的竞选的职务 这个叫 Las Virginis市政水务区第三区 这两个候选人呢 在Bellopedia上面都是没有照片 两个人呢 也都是无党派 那碰到这样的情况 到底要怎么选呢 那不光这一个 再往下 还有别的呢 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法官 118号办公室 这个职位很重要 洛杉矶县的高等法院的法官 那你看这两个候选人 两个人都是女的 都是无党派 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能说 我看谁顺眼我就投谁 那遇到这种时候怎么办 这个真的就是需要 每个人大家自己去做功课了 不要指望某一个机构 会出非常完整的投票指南 如果要出的话 那出的都是那些 涵盖面很广的职务 像是这种比较local的这种 功课呢 其实都是要自己来做 所以我们就拿这两个人 来举个例子 那看到这两个不认识的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你要找一个电脑 在浏览器上面 你就把这个人的名字输进去 去他的竞选网站 看他的endorsements 就是看看都有谁给他背书了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叫Melissa Hammond 放在最上面的 你进到他这个网站里面 你会看到最上面 给他背书的是谁 洛杉矶时报 这一看就已经不太靠谱 那再往旁边一看 还有谁呢 一个熟悉的朋友 加州49区的众议员方树强 麦克风先生也给他背书了 那你再往下看 一看背书的组织还有什么呀 都是什么民主党俱乐部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就不会再继续看下去了 那接下来就是来查他的对手 还是输出他的名字 到他的竞选网站上 去看看都有谁给他背书 哇这个人呢 背书的机构更加夸张 所以这就是说 告诉我们不要看脸投票 不要以为亚裔好像就比较保守一些 你看给他背书的都是什么组织啊 什么洛杉矶进步组织啊 美国民主党社会主义组织啊 还有什么生物多样化中心呢 这个大概就是支持什么变性之类的东西吧 我猜 还有什么年轻黑人民主党啊 都是这样的组织啊 所以这样看来呢 这人他不仅是一个左派 而且还是非常激进的左派 那如果这两个候选人都是如此的话 可能是一个左 另外一个更左 那这样到底要怎么选呢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可以在下面留言区打出来 那要是我的话呢 可能到最后针对这一个职位 我做出的选择应该就是不投票 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投 那如果大家要是看了这个候选人 说你看他背书的机构 你看不出来有什么的话 那你可以在网上查更多资料 只要你把这个人的名字 打到Google里面 你就稍微一查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的政治倾向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那这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都需要 好好准备的功课 花上一些时间去查一下 这些不认识的候选人 了解他们之后 再做出决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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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